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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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叫Helen 今天是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得救見證 在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個人救主之前 我經常有一個疑問 就是耶穌究竟是否一個真的神 而如果祂是的話 那祂又是否一個好的神 因為我過往看到的 就是在我眼中認為好的人 往往都很短命 但是那些壞的人又很長命 還可以封衣足食 另外我的人生平坦暢順 我認為我是可以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在1998年的3月 當時我去了我之前的教會 一段短的時間 有一天我突然之間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教會當中 有一個很虔誠愛主的基督徒 他的名字叫Mindy 因為身體有一些先天的問題 導致他陷入了昏迷 那我的疑惑又再一次出現 那究竟耶穌是否一個真的神 那如果我就當祂是一個又真又好的神 那祂是否又可以救回Mindy 叫Mindy醒醒呢 Mindy昏迷期間 我每天都去ICU那裡探望她 而每一晚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會在我自己的房間裡 跟耶穌有一個對話 我跟耶穌的理論 我說如果你不醒她 我就不會相信你了 每一晚的對話都是同一個態度 那麼一個星期過去 Mindy依然在昏迷當中 看到狀況沒有改變 那我就開始改變我的策略 每一晚的跟耶穌的對話當中 我就不再跟祂理論了 我就改去求祂 我說如果你不醒Mindy 我說如果你可以醒醒 那我就答應你 我會相信你 那如是者又過了一個星期 狀況依然是沒有改變 那有一晚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間裡 依舊展開跟耶穌的對話 我開始明白到 原來無論我用什麼策略都沒有用 因為我根本掌控不了事情 我終於明白到 只有耶穌基督掌權 只有耶穌基督才可以掌控事情 然後我在耶穌基督裡 康復 我接受的事實就是 我自己不可以掌控 我也不可以救回Mindy 我明白到我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我也不可以救自己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把我的信心和盼望放在耶穌基督裡 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個人救主 在我做出這個決定之後的幾天 Mindy奇蹟地醒發 在整件事件當中 其實最感動我的 是在Mindy昏迷之前 其實我一直在尋找我 如何可以真誠地相信耶穌基督 我以為可能透過一些在我 或者我家人身上發生的 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而耶穌又很神職地去救回我們 我就透過這些事情 就會去相信耶穌 但是事情沒有如我所盼去發生 神就改變了我的心思意念 我終於選擇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我的個人救主 我相信我是一個罪人 我也相信耶穌是神的義子 祂為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贖罪 第三天復活 而我是恩信清疑 在我成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之後 我經常都提醒自己 耶穌是掌權的 我不再需要去靠自己 我也不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 我不需要再把我的安全感 建立在追逐金錢、權力、名利之上 我可以專注追求耶穌 專注認識祂、愛祂 和身邊未認識耶穌的人 去分享祂的愛 我知道無論我遇到什麼困難 耶穌是掌權的 我可以在祂裡得到安息和安慰 我想加入天行聖經教會 是因為我很認同教會的理念和軟件 天行聖經教會專注帶人去到神的面前 幫助他們和神建立一個真誠的關係 透過滿土訓練 去幫助信徒去效法耶穌 去栽培跟隨耶穌的信徒 我希望成為天行聖經教會的一份子 可以和弟姐妹一起朝著同一個方向 圍著同一份信念 去滿足耶穌基督吩咐的大使命 我希望可以在我的生活日常當中 展現到耶穌的愛和聖結 成為一個靈命成熟的基督徒 可以和其他的信徒一起同行 彼此面禮 多謝 一會兒 就五分鐘 一會兒 謝謝 謝謝